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用白菜和豆腐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面食 做法非常的简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菜盆里倒入350克的面粉 倒入3克的酵母粉 放入2克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用筷子搅一搅,倒入200毫升的温水,边倒边搅拌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式中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请发两倍大 准备两颗小白菜,放到清水里给它清洗一下 这个小白菜非常的新鲜,吃起来特别的嫩 给它控水捞出 把白菜先切成细丝 再给它切碎 放入大碗里 放入两克食用盐 用筷子搅一搅,腌出多余的水分 准备一块豆腐,先切成薄片 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放入盘里面 准备半根胡萝卜,用擦瓷器擦成丝 改刀切成小碎丁 装盘 豆腐里面打入3克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把鸡蛋豆腐倒入锅里 先不要搅动,先给它摊平 煎至一面定型,给它翻个面 炒至定型,把豆腐炒散 炒至那种小的颗粒状就可以了 先盛出备用 锅中再倒一点食用油 把胡萝卜丁放入锅里炒一下 炒至胡萝卜变软就行了 先盛出凉凉备用 这个白菜已经盐出很多水分来了 把它放到纱布里面 挤出多余的水分 倒入大碗里 倒入炒好的鸡蛋豆腐胡萝卜 放入适量的盐 来点胡椒粉 蚝油 香油增香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看一下这个面团已经醒好了 里边满满的蜂窝状 放到案板上揉搓一下排气 揉圆之后按扁 用擀面杖擀薄 擀成这样一个大的面片 厚度大约在5毫米 放入调好的馅铺铺匀 铺匀 边缘留一点空隙 两边向里面折一下 从底部卷起来 卷得紧实一些 边缘按压一下 切成小块 电饼中提前预热刷一层薄油 把生坯直接放入里面 煎至底部微黄 倒入适量的面粉淀粉水 这个量呢 蒙古花卷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开小火 把汤汁收干 大约十分钟左右 汤汁就已经收干了 关火再闷上两分钟 打开盖子 看一下非常的蓬松又渲软 我们给它出锅 这样做的白菜豆腐卷 每一层都裹着馅料 看一下表皮呢 非常的蓬松渲软 底部是非常焦香酥脆的 这样吃起来非常的香 虽然是没有放肉 但是一点都不输入馅 这样子简单一做呢 比馒头好吃 比包子简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